如果甲加5的相反數是1,則甲等手 如果甲加5相反數是1,1的相反數是不1 所以甲加5就等於不1 所以甲加5相反數,所以要把它移過去 變成-1 正好移過去就是不好 比如說給那3,1的3,1的3,2的4,3的4 1的3,2的4 1,2的4,3的4 1的4,3的4 4,3的4 41的5 4,4的5 5,4的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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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,4的5